Eclipse 422 打開來 直接執行它就好了 點兩下 應該就 ready 應該就可以開起來 不過因為它其實還蠻龐大的 然後 run 比較久 那我的習慣是怎麼樣 就是在低疊底下 建一個什麼呢 一個叫做工作區 英文名稱叫 Workspace 反正就是所有的專案 都會放在這個資料夾裡面 那我建議也是放低疊 因為以後開起來 它就會去抓那個低疊 那你下個禮拜來 它還是會抓那個路徑 就不會跑掉 不然的話 你如果放別的位置 那就會跑掉 放隨身疊也是ok 不過一定還是要高速的 最好是USB 3.0的 最好是買那個大廠的 不然跑很慢 不過我還是覺得大廠也是沒保障 因為我最近才 因為我都買金斯頓的 我想應該金斯頓的 創建這些都大廠 結果還是掛六四區的 六四區的那個金斯頓的 這個可能要抱怨一下 我本來是對金斯頓非常有信心的 結果連金斯頓也不行了 因為插上去 有一次在學校 在原製大學那邊上課的時候 插上去 突然變成是否要格式化 想說不會吧 然後再插一次 是否要格式化 我想應該是偶然吧 後來換一台插 是否要格式化 其實第一個想到的當然 是裡面的資料啦 壞掉就算了 資料比較重要嘛對不對 不過還好我隨時都有備份的觀念 所以特別注意喔 以這個經驗來看喔 沒有保證不會壞的隨身疊 因為我都已經挑那個最大廠的 金斯頓 不過後來我後來還是再買一隻新的 還是買金斯頓 因為好像還有什麼可以挑的嘛 可是創建我買過啦 創建的存取速度有點慢 價錢差不了多少 不過好像是沒壞掉 其他廠都買過都有壞掉的經驗 所以OK那個另當面 不過後來買USB3.0是真的快啦 因為存取速度 寫錄速度也快 那我的習慣是買那種喔 因為我常常會忘了帶純 常常都東掉一個 像我這一根上個禮拜也是放這裡 我就趕快打電話 請工作人員幫我收起來 不然下個禮拜不見了 因為我的習慣是把它喔 跟那個鑰匙圈放在一起 所以我鑰匙圈都會買 我都買這種的 為什麼因為 如果下去開車的時候 找不到鑰匙 那表示還在這裡 趕快上來拿 還可以帶走 但是有個缺點 可能如果掉的話 兩個一起掉都麻煩了 風險更大 所以後來就怎麼樣呢 乾脆備份 如果這根壞掉了 還有另外一個 可以不然上課 因為我上課都靠這個 這個好處就是 其實我人道都會 東西都到 都在我的隨身點裡面 好 那就是這樣 這個是創建的 不過寫路速度 實在太慢了 因為我都測那個寫路速 至少都要 至少20Mbps以上吧 沒有 它好像才5Mbps而已 有時候會丟資料 有時候丟到真的會睡著 OK 好 這另當別論 就是第一個 如果你真的要放在隨身碟 你的存取速度要夠快的 你不要找那種 兩光的 慢慢開 光看畫面 就已經是昏倒了 OK 第二個的話呢 路徑我是 上個禮拜的日期 然後加Enjoy 按確定 好 開起來了 再來的話 可能會有幾個問題 就是說第一個 你要設定那個 SDK的路徑 反正以後都一樣 開起來之後 設定兩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 你的SDK的路徑 那因為上禮拜已經設定過 所以你如果 上禮拜的部分 會跳出一個什麼 要你什麼 是或否 你先否先取消 先關起來 先到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之後的話 要做什麼事 你們等一下開起來 應該會有什麼 那這邊喜好設定 SDK設定一下 喜好設定裡面的什麼 Enjoy的SD Enjoy這裡 先把它關掉 然後這裡特別注意 SDK Location 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低疊一樣路徑底下 一樣路徑 一樣路徑 一樣路徑底下 會有一個enjoy sdk的window 也就是說 我們所有的SDK 我通通把它下載到這個 目錄裡面 所以你在 Eclipse 4.2裡面 會有一個目錄 這個 這是我自己放的 就是我把它放在這裡 那你按下套用之後 理論上會看到 這個SDK裡面下載的版本 那因為它的版本 總共會有21個版本 我強烈不建議你們全部都下載 因為一般的書裡面 每一本書都叫你們全部下載 全部下載的話 21個版本 大概要10G的空間 所以為什麼有人 光安裝環境的那個章節 就已經 這個 鬼打牆很久 因為 我剛開始在練習的時候 也是照書裡面講的方法 結果我做到快瘋掉了 因為下載一個晚上 隔天起來還在下載 所以當然強烈 那要怎麼樣 就是我們暫時用比較穩定的版本 所以我這裡只有下載三個版本 理論上一般兩個就可以了 那一個是2的版本 一個是4的版本 現在最新的5 不過我覺得 因為你們這班 基本還入門的 所以不要打高空 先把基本的版本 先run出來就好了 那你說用4的好還是用2好 其實入門的都差不多 都一樣的東西 除非說你已經進階了 那2跟4有什麼差別 其實最大的差別是 如果你用4 你要光跑模擬器 你就跑很久了 可是2很快 一下就出來了 所以2有時候有個優點 就是比較快 那除非說你的電腦 是那種i7 然後又是最新的 那沒有問題 馬上開 模擬器馬上就ready 但是如果不是 像我們這邊電腦 沒那麼高檔 所以建議 初學的話 用2.33就好了 等到你OK之後的話 你要其他的版本 都沒有關係 暫時用2.33 那等到之後 或者是說你做2.33對不對 那你想要試新的版本 你也可以再去抓新的版本 來重新跑一下 沒有問題 反正流程都一樣 只是說你用的SDK不同 然後你看起來的樣子 稍微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不過原理原則都一樣 尤其是入門的元件 都是相容的 OK好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就完成那個SDK的設置 所以第一個 我們的動作非常簡單 就是從視窗喜好設定 這個去把這個拉出來 這邊要有東西就對了 按確定 或按套用再確定也可以 第一步 SDK的設置 第一步 第二步 請你把模擬器給開起來 那模擬器在哪裡 最簡單的一個位置是在這邊 我習慣有時候就是按這個 有沒有 很像一個手機的一個小圖示 這個就是模擬器的設置 的位置 那 OK 這個地方 它叫什麼 Virtual Device Manager 或者應該是從那個視窗裡面 這邊也有 或者你從這邊也可以 這邊也有 這個也可以 就是喜好設定的上面 或者這邊也可以 有時候習慣之後就是直接按這邊就好了 那上面還有一個東西 這邊有個SDK Manager 我覺得你暫時不要去動它 因為有些同學會update 不過我暫時建議你先不要update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會update之後 它要必須搭配SDK跟另外一個ADT版本要相同 如果不相同的話 你這個環境就毀掉了 毀掉就是不能walk OK 所以特別注意 我不太建議你去做update 不太建議 之後如果說有必要 我會再教你們 不然的話你暫時不要去做 因為之前有同學都質疑 想說試試看update 一update 奇怪環境就壞掉了 那他問我說壞掉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這個目錄砍掉 重新解壓縮 OK這樣比較快 你不要說為了解那個問題 我跟你講要解那個問題 花的時間比解壓縮還久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不小心去執行它對不對 你就把這個目錄砍掉 然後重新解壓縮 再把它跑會最快 不花時間好不好 不要浪費時間在無謂的事情上面 之前就有同學每天都在那邊update 然後一直update又錯 update又錯 然後一直問我怎麼辦怎麼辦 我說可不可以不要浪費時間 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是開發 不是在解環境 你千萬不要為了那種 一點點小不完美 然後應該你要去解決是更多的那個 不是那個小問題上面 最近好像那個好像 最近看一篇文章也是 就是說好像台灣教育的那個追求完美 會扼煞掉很多的賈博師 因為追求完美 教育裡面就教我們要拿100分 其實說真的啦 在開發的世界裡面 沒有100分的 隨時都在改變 像我為了教這門課 大概兩個禮拜環境就變一次 剛開始都會瘋掉 本來你也許亂的OK囉 你現在是打開 整個就毀掉了 我以前上課是膽戰心心的 也許我現在背課背好了 然後隔兩週上課 一打開 奇怪怎麼不一樣了 怎麼辦 就很尷尬了對不對 所以這當然後來體驗了一個 沒關係 會改變是正常的啦 所以你們要習慣一種問一個就是 未來的世界是一定會改變 所以你跟著改變就對了 沒有那種一個技能 做到你退休都不變的 有啦那個你爸爸你阿公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的人不用學 他會一個東西有沒有 做木工啊 做木工做到退休了 他就退休了對不對 做水電的就OK 但是現在沒有這種的 現在就是甚至你學校教的 等到你畢業的時候都不合用了 那怎麼辦 所以很多那個大學生 很喜歡上網找我 因為他說學校沒教APP 但他畢業的時候要怎麼辦 然後呢 像美國有一個那個 所以前一陣子才過 才自殺過那個Robin Reyes有沒有 他曾經大聲疾呼 美國啦他在美國的時候講說 未來的工作喔 有百分之六十八 是目前不存在的 應該知道這個意思吧 未來的工作就是意思就是說 大學生畢業之後 有百分之六十八的那種TITLE 直稱是現在不存在的 那怎麼辦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的話 反應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要不斷的在學習新東西 這已經是必然 但是不是說你莫名其妙的學習 而是有方法學習 所以我管它變 反正我抓到藥裡 怎麼變都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 喜好設定 然後模擬器怎麼設置特別注意 點這邊一下 再來喔 新增一個 如果是2.33的話 請你在這邊打2.33 不一定叫2.33 我習慣2.33 那Device 請你選畫面小一點的 你不要選超大一個 整個吧 螢幕都佔滿了 我建議是用2.3.2吋的這個 HVGA這個 因為比較小 當你選大的它就大 選小的就小 你們自己可以設置啦 不一定 但是我建議是用小一點的 然後320x480 再來你的SDK用哪個版本 建議先用2.33的 OK 1 2 3 然後就什麼 確定就好了 好 應該很簡單吧 然後再來點它一下 STOP 這個時候的話 Lunch一下 理論上 這個會2.33的會比較快 大概就是 20秒內應該可以開得起來 那如果你用4.22的話 大概要 好幾分鐘還看不到它開起來 你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們這邊電腦實在是 不是說非常快的 等級 所以 會稍微慢一點點 那這個模擬器真的很麻煩 為什麼 因為 你也可以用10G啦 就是你的電腦 不過你電腦裡面要灌Driver 它一樣可以練習 不用模擬器 一樣可以練習 可是很麻煩 你隨時要插USB 而且你練習的東西 垃圾全部會存在你的手機裡面 有沒有USB插上去嘛 然後Driver灌上去 它一樣可以直接把你做好的結果 放到你的手機裡面 不會有問題 可是 我不太介意這樣 除非說 最後你那個版本 你那個APP 已經是做好的 已經是FINAL 已經是最後測試階段 你再這樣做 那 所以 這個模擬器很重要 那現在 這個 因為比較慢 是因為 它是用ON的 有沒有 ON的模擬 所以用X86去模擬ON很慢 那所以現在還有一種模擬器 是用Intel的 X86的模擬器 不過還要看你的電腦是不是 Intel的那個CPU 也有可能是AMD的啊 那就不OK的 第二個是 要支援那個VT啊 就什麼Virtual的 什麼什麼 Hyper... 反正它有個有沒有 專利就是VT的 那那個VT在BIOS要打開 我試過 真的比較快 啪 就打開了 但是因為我們這邊電腦 我不確定有沒有啦 所以 這個部分如果將來有的話 我們再來Try好了 如果沒有的話 暫時先用這個 開起來之後的話看一下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長得就像這樣 那你這個時候呢 你的Virtual Device Manager 可以關掉了 然後呢 就讓它跑 理論上是20秒 要看電腦的等級 還要看RAM的速度 所以 OK 那沒關係 反正你下一次上課的話 記得 Eclipse 422 再來就是 SDK 再來就是模擬器 三個地方 每次上課都一樣 先Ready了 就可以開始 做點事情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開起來了有沒有 好 那實際上它就是一支手機啦 那 2.33就已經這麼久了 如果你用4.22的話 那會更久 會更久 所以 這個有點麻煩一點 除非說你買那個高階的電腦啦 不然第二個就是說 你要用X86的模擬器 就會快很多 這個我有試過是OK 沒問題 但是我不確定我們這邊環境 是否OK 之後如果有OK 那我就 再教各位怎麼去設 OK 試試看好了 總共會有三個 第一個 Eclipse 422 SDK 再來就是那個 模擬器 三個點